这个底部的位置 其实它只上涨了大概是1800点 换句话说 其实它的反弹的幅度 从已经 等于是说从高点的位置来评估来讲 它其实又从高点再折半折下来了 折了46%下来 我想从第一张图来讲 大概可以感觉得到 第一张图 现在波段高点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那现在的位置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从这样子底部往上看的过程中来讲 现在的位置是不是其实 还不要说什么5700或是8100 现在也只不过是到底部 到波段高点反弹 大概只剩一半而已 现在的状况大约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股市的表现 就刚好跟它不一样 股市的表现来讲的话 从3955点涨到波段高点 8395点涨到大概涨了4000多点 然后昨天的位置 因为我们是同样的时间点比 昨天的位置是7590 7590来讲 等于是距离低点是有3600多点 换句话说 现在的这个7590 距离的波段的高点 其实也就像我们之前所讲的 其实是非常接近的 它现在也只不过是修正到所谓的 反弹幅度的82% 换句话说 从刚才第一个绝对的数字到第二个 我们是讲它的相对的幅度 到第三个跟各位所讨论到所谓的绝对的数字 这个东西我给你秀出来给各位稍微看一下 就是以6月24号的指数我们来做评估 BDI的反弹幅度已经缩减到只剩下46% 但是台股仍然高达82% 换句话说 其实你说台股到底有没有在修正 如果说以这样子的两个数字来做评估的话 其实台股没有在修正 事实上它的修正幅度 如果这样看的话 其实距离8395点值 大概只剩下百分之不到20的距离 所以说它真的有修正吗 我们看它的感觉就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说来讲话 我正面来讲是只是把这边的一个数字 我们做一个讨论就是 从反弹高点到最近6月24号的位置 其实BDI指数已经下滑了2000多点 那下滑的幅度来讲的话 大概是46% 那台股内下滑的是800点 那修正的幅度是只有10% 同样的它的状况来讲的话 等于是它的下滑的幅度 远远比BDI下滑的幅度 远大于台股下滑的幅度 所以说来讲话 其实今天从几个不同的 不管是绝对数字或是相对数字 或者是我们第三个所讨论到 目前的状况来讲 整个台股的上涨的表现 跟实质的经济面所呈现出来的状况 它们两者之间的背离性 其实以建巴拉的看法来讲 它的背离程度实在是太大了 大到一种就算我们用股市是先行指标来做一个评估 也实在是有一点点不符合我们从以往到现在的一种历史的常态规计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 其实很多网友都会发信 来问说为什么建巴拉都会 都会讲一些所谓的 譬如说为什么对现在的盘的看法 好像不是这么的 跟可能跟一般媒体上讯息看到的时候 就是拉回就是买点的看法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性 我想这个是一个观察的一个指标 那我想这个指标虽然没有办法让我们很明确的就去 研判是说BDI是多少点 然后我就应该进去买股票 那BDI到了什么位阶 然后我就赶快把股票卖掉 虽然我们今天没有做这样子的细部的操作原则的讨论 但是我想先从一个比较整体性的概念来看的话 就像一刚刚开始建巴拉所跟各位所讨论到的 大家现在在思考的议题是说 如果你今天看了文章也好 看了聚财信上也好 或者是说今天你从任何的管道你得到的资讯 你想要买股票 其实你所要评估的都是 你现在买股票到今年年底十月三十一号的时候 你去做一个结算评估 是不是真的能够赚得到钱 那如果是说在接下来的两季半年的时间 台股的整个 如果是说我们现在回顾这个面向头 如果是说在接下来的半年的时间 BDI指数的发展变成是像这一块一样 像这一块一样的一个发展 就等于是它开始这边 也是这边震荡震荡震荡这样爬一下子上去 那当然大家都会想说 那台股当作信心指标是很OK的 因为整个经济面的状况 扑一下子扑上去了 那我们就想说 那台股先涨是OK的 没什么不对劲 那当然这个是用另外一个 用这样的方式去讨论 那当然就是OK 那我们当然换个方式去想 那万一是走这一段 或者是万一是走这一段 那走这一段来讲的话 是不是代表很糟糕 其实我想给各位一个观念就是 今天我们直接点这数字来看 即使说今天我们讲说 万一整个BDI是走这一段 它这个位阶大概是1850点附近 但是距离它的低点 它的低点是800多点 1800多点跟800多点来相比 你说就算它的拉回 整个多头结构是不是有被破坏掉 不见得 我想各位在讨论多头的架后的时候 网友应该都比我更清楚 只要拉回不破前低 长期的多头趋势都代表它还是在延续中 所以说即使它今天真的不小心发生了这一段 那距离所谓的底部 其实还有一个是800多点 一个是1800多点 它们底部之间的距离其实还是非常的遥远 那在非常遥远的情况之下 就算发生这一段 也并不代表说我们整个大空头来临 它甚至可能只是一底比一底高 然后慢慢才会往上走 同样的这边状况也是 现在还有2500点 但是我们这一次的底部是多少 是600多点 那距离的位置那是更遥远 将近还有四倍的距离 那所以说即使今天整个未来的经济发展 并没有走向这一段 而是走向这一段 然后台股做了一次健康的修正 请听清楚 我只强调那是健康的修正 那个不是一个空头的市场 在健康的修正情况之下 不管它跌到什么位阶 只要它没有跌破3955点 都代表一底比一底高 我相信大家也可以理解 健巴拉这样的说法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 健巴拉会今天跟各位做一个分享 就是对于接下来的下半年的行情 健巴拉抱持的看法 还是比较中性甚至是比较保守的态度 从BDI指数来看 是这样子所得到的结论 那至于是说这些图跟这些表格 我会在就是接下来的POR里面 我会把它放上去 然后各位再自己去做一个比对 做一个了解 甚至说因为我这边放的是BDI的图 那各位如果说有兴趣的话 你把台股的图也放上来 你大概去做一个比较 你大概也可以从这两个之间 去找到一些感觉 就是说是不是代表说 景气的复苏跟股市的上涨 一个先一个后 他们之间的一个幅度的差别 会不会真的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别 从历史的轨迹来看 我相信各位应该也会 之后你只要去做过这个研究之后 你大概就会发现 其实健巴拉跟各位所讲的就是 历史的轨迹应该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看 比较妥当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今天呢 健巴拉王大哥呢 把他私人的一个研究的结果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报告 那发现了就是景气的复苏的脚步 好像没有我们股市来走的 还要快就是没有跟上股市的脚步 那所以说可能之后的股市 可能会要怎么走 那我们可能就要多小心 多留意 那我们今天呢 再一次的感谢我们的健巴拉王大哥 谢谢 谢谢各位 也谢谢各位收看 谢谢 感谢观看